除了意大利知名病毒学家 普雷利亚斯科5号 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冠病毒来源于自然界 所谓新冠病毒来源于实验室的说法 纯属谣言 毫无实时根据 法布里奇奥 普雷利亚斯科 在米兰大学从事病毒学研究 已有近30年 同时也担任着 意大利国家公共卫生援助协会主席 早在今年3月 他在与意大利主流媒体电视器台连线时 便驳斥了新冠病毒 来源于实验室人造的传言 他在视频采访中 向总台记者进一步表示 重新散布这一谣言 制造假新闻的行为 明显与事实背道而驰 我认为这种原本的病毒是一种自然的 这种原本的数据 数据数据数据 显示了一种不同的分析 这种原本是一种自然的 普雷利亚斯科教授认为 新冠病毒隐蔽性强 科学研究和认知过程需要时间 但得出结论 必须建立在 有事实依据的基础之上 是最终的病毒 菲勒利亚斯科教授对中国政府 从疫情初期便秉持的公开透明的态度 印象深刻 他说 中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 所展现出的高效率行动力 和社会动员能力 以及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 集体主义精神十分可贵 我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助手 在调查的资料和经济 还有一个消息的材料 我们全世界的疫情 我们全世界的疫情 被关注这些疫情 希望这些疫情 与这些疫情中的 医生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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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争的